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沒有要打陀螺 而是要來升級比賽也很重要的配件 戰鬥陀螺的收納盒 桌上這三個呢 是我從剛入坑一路慢慢換的三個陀螺盒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個這個黑色的呢 其實是鋼鐵世代的盒子 不過它本身全部都是塑料 所以非常的耐用 然後在進入大概超Z時期的時候呢 陀螺越做越大顆嘛 比如說天空騎士一顆就這麼大了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在放陀螺的地方 把它做了點改造 像這樣在塑膠裡面 把這中間圓的地方把它給割掉 因為原本它下面是一個小平面 把它割掉之後呢 爆裂塞了陀螺的軸心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了 然後因為它的蓋子是有點弧度的 所以我們把這些後期的大陀螺放進去啊 裝起來還是勉強蓋得起來的 可是還是看得出來它這個有點凸喔 這樣子 然後呢我後來去了一趟日本 剛好那時候呢快樂快樂月刊啊 是出GT的陀螺盒 所以呢就把月刊帶回來 順便帶了一個這個喔 一般的戰鬥盒 那這兩個呢雖然都是用紙做的 但是我非常喜歡 畢竟之後呢GT陀螺啊 就開始越做越大顆了 而且之後還出現那個 大顆的電動軸等等喔 所以呢 這時候月刊的GT盒 就非常的好用啦 來我們打開 這個上面呢 除了可以放三個陀螺以外 下面還有一個小抽屜 這樣呢就可以把這些很大的 GN軸啊 或者是電動軸把它放進去 然後也可以放其他零件來做改造喔 不過老實講呢 這上面這個空間啊 算起來還是不夠大 陀螺放進去旁邊都會有卡卡的感覺喔 不過呢 這整體算是很好用了 那另外的這個呢 我也非常常用 如果配置裡面沒有電動軸 而且就確定用這三顆來打的話呢 我就會帶這個比較輕便的 或者是我有把這個帶出去的話 裡面呢也會放三顆 可能可以拿來做測試的陀螺 那這個盒子呢 一格一格夠大 就算是放超王的陀螺進去呢 也算是非常夠用了 但是啊 在之後進入超王的時期 更新了5G的規則喔 那就是一個人呢 都要帶五顆陀螺上場 那麼就會變成說 一次要帶兩個盒子啊 就非常的麻煩了 甚至之後呢 就索性不想要帶盒子上場了 所以這些盒子啊 就都暫時被我給封印到旁邊去了 那官方也很聰明喔 他們也馬上推出了 這個 5G的陀螺收納盒 那這個外盒呢 延續了GT盒 他外面那種動畫風 但是這一次還放上了主人公的圖案 還有赫伯龍跟赫里歐的圖片喔 真的是有夠帥的耶 就像之前GT的 也有放這些 比較寫實版的圖片 也是非常帥 那裡面的分層呢 是剛開始出的五顆陀螺喔 不知道後面呢還會出新的樣式 不過我覺得不太可能就是了 好那我們就準備來開箱 看看這個會不會很難組裝吧 GO 來我們先看他的說明書 說明書的步驟只有七個步驟 從拿下來折疊 組裝 看起來應該算蠻簡單的吧 不會太複雜 好 來看他裡面的零件 有一片 然後大片的一片 這樣就有兩片三片四片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按照說明書 來把它組裝起來看看 首先呢是把中間這兩邊的 先把它折起來 把下面的盒子先把它立起來 然後再把側邊扣起來 好這樣子呢一個基本步驟就出來了 接下來呢把這個往下壓 然後呢再把旁邊的地方也往下壓 好這樣子盒子的雛形就出來了 這邊呢就可以看到1到5的編號 然後呢就是把剛剛那兩片 來幫助他開始做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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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這個往前壓 然後這一面再把它往下翻 然後這一面再把它往下翻 讓他這一面可以插進去的機關把它露出來 來這邊也一樣 好這樣子底座就OK了 好這樣子底座就OK了 接下來呢就是要把這些一個一個把它拔下來 然後接下來按照順序1234一個一個把它給插進去 然後要插之前呢 要把這個下面固定的地方把它拔開 然後固定有數字的呢 都是朝向我們的左邊 把它翻過來 接下來就可以一個一個把它從這個洞 上面把它穿下去做固定 好就像這樣子 都要固定朝向左邊喔 好一弄好之後呢 我們就繼續把剩下的把它弄完 好裝好的話 就會像這樣子喔 會看到1234 那5呢 5已經在這個裡面了喔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步驟啦 把這個整個放進去 塞進去之後呢 記得把這個旁邊給它壓一壓喔 幫那下面剛剛反折的地方呢 把它做一個固定 然後接下來呢要蓋起來之前啦 把這裡先稍微給它折一下 這樣子等一下蓋的時候呢會比較服貼 好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蓋起來 這樣我們的5G陀螺盒就完成囉 超帥的 直接看一個超大的LOGO 5G的BATTLE CASS 然後這邊是它的戰鬥陀螺的LOGO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這次主角 然後下面這邊呢也是LOGO 也有這兩顆主角的陀螺喔 哇真的是有夠帥的 打開的話呢 第一眼就會看見這個編號 12345 裡面也有標12345 不管是這一面 側面或是正下方都有標喔 這個呢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然後你覺得說奇怪這個陀螺這個格子啊 怎麼會有點小喔 其實他這一次呢 為了要節省左右的空間啊 他把這個陀螺做成是要放斜的 來我們剛好這5顆都有 我們來一個一個把它放進去 首先第一格是放赫伯龍 然後第二格放赫里歐 巡翼斜神 勇武戰神 詛咒撒蛋 這放起來的感覺非常的好喔 而且上下呢還留了蠻多空間的 就算是以後啊 再出更大的陀螺都放得下去 然後這樣體積這樣放的話呢 是真的很省空間 我們可以跟之前的陀螺盒來比較一下 他的寬度 GTA陀螺盒是這個樣子 他只有長他一點點而已喔 然後呢一般使用的是這個樣子 這個呢還比GTA才要長一點喔 但是這個放上去啊 他也是只有長這麼一點點而已 所以拿來比賽的話呢 是非常省空間的 小朋友拿的話也不會算太大 真的是非常的棒喔 那我們接下來試看看 電動軸能不能放得下 我們來拿這個巡翼斜神啊 來換一下看看 好 電動軸 你看 完全放得下 本來是想說他會不會太寬喔 結果放下去呢是綽綽有餘的 哇 真的太棒了 哎呀我這個折錯邊了喔 應該都要像這個第一個一樣 這個有顏色應該是要朝這邊才對 但是我全部把它折到後面去了 不過沒關係 我等一下就把它拿起來 重新裝回來 總之呢 這個戰鬥陀螺盒啊 我真的是非常喜歡喔 不僅很酷也很實用 空間也不會佔很多 果然官方在出呢 還是有他非常多的考量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5G戰鬥陀螺的收納盒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請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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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